长期腹泻的话这个原因是比较多的 我们首先得看一下这个病人的大便情况 那么是有没有粘液有没有浓血 那么如果说有粘液有浓血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肠镜检查 看是不是有这种溃疡性结肠炎的存在 那么如果没有浓没有血 只是一个大便不成型 那么可能病人患的疾病呢 就是肠镜检综合征 那么肠镜检综合征的治疗办法呢 也跟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单纯的大便不成型次数多 那么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去明确病因的 那么我们考虑到最常见的 首先就是分长规的检查 那么其次呢场景检查 那么如果说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话 我们还给病人得查一下假工 看有没有假抗 因为有一部分假抗的病人呢 也是大便不成型 大便不成型的话 很大一部分病人都是因为肠镜检综合征 所以引起来的 那么这种病人的年龄呢 可能也就是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吧 没有明显的这种区分 那是人的区别人的事 我们也认为了